二郎百合之前就认识 这个是剧本 今天不装了 给大家摊牌 这个地方不错 有几个大张树 我们就找几个凳子来这里坐 跟他们聊一聊 地游村就在前面啊 还有很多兄弟们问 地游村 是装修你自己的直播间吧 地游村是不是我的 其实地游村是我租了两三年的 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当然一些老粉丝是知道的 租了将近三个年头了 跟叔叔借个凳子 来 叔叔 借两张凳子给我坐一下 矮的啊 这是地游村邻居 谢谢啊 坐下 等一下就还你啊 好邻居 这天气太热了 这张树底下好乘凉啊 就坐这里跟他聊吧 很多兄弟们还不知道啊 地游村是我租的 而且租了两三年了 但是 因为新关注的一些网友们 根本不知道地游村的一些由来啊 所以今天有必要跟他说明一下 租这两三年 本来我今年想不租了 更没有想过去装修 但是因为今年二郎跟百合的到来 我就想自己出资 装修一下地游村 给他们租 因为他们确实没地方租 嗯 零零种种 来龙去脉就是这样子的 本来是不租的 结果还要装修 更多网友不理解的是 海哥你是不是装修自己的直播基地 还是装修自己的老房子 其实这是别论的 租金以前是一年一千二 现在房东已经涨了几百块钱 总之我们已经交了一年半两年的租金了 所以又签了十五年的合同 这样我才决定装修地游村 这两天评论区有好多质疑百合二郎之前就认识 说什么去过二哥家认识林华山李总 这就是事实啊 因为我去越南之前已经让他们交往了 我之所以去帮百合提亲呢 是他妈妈不愿意 大家也可以回看我 在地游村出发前的视频 还有就是我们到他家之前的那些视频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去摸一摸来龙去脉 千万不要断章起义啊 因为新关注的这些网友都不了解 我觉得有必要跟他说明一下 然后究竟什么原因 我们来问问当事人二郎跟百合 我们先打电话叫他过来 过来这个张树底下 没有多远 知道哪里吧 知道 好 那你跟二郎一起过来 那你跟二郎一起过来 这一生你还穿着我的衣服啊 哇 穿水 这两天不是有很多网友 所以你们以前去过二郎家 然后是吧 又去过小巴家 甚至去过二郎家 嗯 说一说 是 有一次二郎家是跟林瓦山的李总一起去的 嗯 那时候我们私底下跟二郎有在了解嘛 他说你是在越南吗 我已经出发越南了 对 其实他有打个电话给我 嗯 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他们俩啊 不单单是我相亲之前认识 而且很熟悉 换句话说有可能饭都煮了 啊 因为当时我在他家问二郎的时候 我说你信不信他们没做饭 他说我有点不相信 是吧 其实这些已经包含了所有 回过头去看看我在地球村跟二郎 还有二郎两生的聊天的内容 还有我们是去到百合家啊 之前前期的那几期视频 但是心里有数了 所以希望网友们不要断章起义 说他们俩认识他们俩不交往怎么去提亲 那不可能一叫我就啊 两个人都不认识就去提亲 那怎么也说不过去啊 所以正确的答案就是 他们俩 在我出发越南之前 我把百合介绍给二郎 然后让他们吃日交往 最终二郎又跟百合又离得近 因为他原先的家就在监视 可能就100公里左右 加上百合有车 对吧 来这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 然后去了女家 也了解了她的实际情况 而且房子也没有 啥也没有 就是知道她那些英雄事迹 然后就跟小八 林花山李总 然后去了二哥家 对吧 这都是事实 所以没有必要走走远远 关键的一点就是 他们那个时间段的交往 百合才是认可了二郎 所以才有了二郎 自己一个人登门去百合家提亲的 如果那一次成功了就没有啥事了 就是因为她妈妈不同意 才导致了后面有那些东西 而且她妈妈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两个老人这么淳朴的人 对吧 换句话说 真的能请到这么好的艳员吗 因为看我视频的有可能是从 进你们家门的时候开始 她也根本不了解这些经历 就是你们一路怎么走过来的 那段时间我刚好在越南 他们两个交往的东西 二郎都也跟我汇报 现在让二郎说一下 那当时他们怎么认识的 当时那时候海哥不是去越南吗 就把百合的微信推给我吗 要我们自己了解吗 是吧 但是那时候我叫百合聊了一段时间 后来我就去百合家里 我又跟海哥说了 我去百合家里 结果怎么样 结果她妈妈不同意嘛 后来我就待了一两年我就回来了 后来我就跟她要海哥出马 对这就是事情的缘由 现在得到的这一切要珍惜 不过我也看到了你们两个 是吧真的是把地上当家一样 今天坐到哪里了 今天 慢慢踩那个墙 踩那个墙 踩那个墙啊 是个大乐天的 看我脸就是 哦 当然阿郎现在是有很大的改变 对吧 是 改变了什么 改变了勤劳 也会自己动手去做事 还有个说话也比较会说了 那对你的方面呢 对我也慢慢有了体谅啊 还有一点就是近期啊 百合阿郎还有阿拉格纳 好像流量挺高 大家都想来蹭一波 当然我欢迎那些良性蹭流量的兄弟们啊 还有一些视频博主们 但是故意夸大标题夸大封面 断章取义的这个不可取啊 我们网络要一片临静祥和 最好就是大家都和谐 千万不要为了 嗯 话中取宠 然后出现一些标题 出现一些 呃不好的一个节奏跟声音 还有那些网友们啊 理性的去发言评论 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啊 最近也看到有好多好多 嗯 就是语言上的攻击啊 还有一些突变啊 谣言啊 包括对我的一些诋毁抹黑什么的 所以如果是有这方面的 大家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或者视频博主自己管理好 自己的评论区 有流量嘛 大家一起蹭 这个我也是支持的 对吧 呃 话题是炒作出来的 流量是蹭出来的 这个 是建立在良性的这个基础上 希望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博主们 都要管理好自己的言行 触犯到法律 要追责的时候 那就不是闹着玩的 对吧 还我们网络的一片祥和临近 一片和谐 我们人人都有责 我们一起做好它 好了 这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将来们的收看 再见